其實角色造型不外乎就是髮型跟眼睛的顏色啦 關於髮型這一塊呢 我比較喜歡追求真實貼近自己 比較符合自己的感覺 對我來說很多細節一個一個拼湊在一起 才會慢慢的還原這個角色的樣子 我是達克哈娜 一位COSER 希望這次的分享可以讓大家認識更真實的我 COSER 嗨 大家好 我是達克哈娜 我是一位COSER 我的個性其實蠻活潑外向的 就是一個衣人牡羊座 這點呢以前我媽就常跟我說 我小時候她帶我去公園 半小時內我就可以在公園跟小朋友收起來 在大學的時候連續三年得到歌唱比賽才藝競賽的冠軍 那個時候學校的老師啊就會逼著我上台去做一些日夷的工作 久而久之呢我也就習慣這件事情了 對所以其實習慣是很容易養成的 對才會造就我現在這樣的個性 第一次去玩COSPLAY是在2000年 那個時候就是我朋友啊 他就問我說 欸 有個同仁至宅你要不要去啊 我覺得好像很有趣欸 就是我就答應他了 那個時候第一次COSPLAY的角色是獵人的酷洛洛 當時的狀態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可以看到現場跟我同樣的角色至少有十幾二十 大家都是很單純的就喜歡這個角色 在現場同歡同樂 所以我第一次感受到說 哇原來我喜歡一個角色可以這麼的純粹 然後跟現場的大家同好一起享受這種 喉嚕的一種感覺 讓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從小就是動漫迷喔 所以做一個COSPLAY來說 動漫呢 裡面有很多的作品 那它自然就是一個很大的領域 可以讓我去找到我喜歡的角色 進而去COSPLAY它 所以說我覺得動漫和COSPLAY 這樣子一個關係對我來講是密不可分的 因為在裡面我可以找到我喜歡的角色 想要去演繹它 體驗它的人生 應該說在COSPLAY的訣竅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細節蠻重要對我來說 因為我是一個有點龜毛的細節孔 所以即便現在很多COSPLAY 大家可能都會買淘寶 我自己有的時候也會買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淘寶的東西真的蠻精緻的 但有的時候我又會傾向訂做 或者是我會跟工作室討論說 我想要用哪一塊布料 我想要把某一個元素給制圖畫出來 然後跟他們討論的過程當中呢 慢慢的就會拼湊出這套服裝 我自己獨一無二的自己設計感 以及我自己想要的風格在裡面 我有的時候甚至會去觀察這個角色的 它的配件 還有它一些小細節 服裝的一些小細節 配件的小細節 因為我覺得這是堆疊出這個角色很重要的關鍵 其實角色造型不外乎就是髮型跟眼睛的顏色 關於髮型這一塊呢 因為其實有很多看起來很誇張的髮型 在角色裡面嘛 譬如說奇藥豬啊 或者是獵人啊 那些都有點誇張的部分 但對我來講 我比較喜歡追求真實貼近自己 比較符合自己的感覺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去研究說 這個角色如果我今天要去製作它的頭髮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子去符合我的頭型 符合我的狀態 讓它盡量自然的貼近二次元跟三次元 然後貼近我 讓我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那至於瞳孔的顏色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本身覺得角色的眼神還蠻重要的 不管它現在是動態的還是靜態的也好 一個角色的眼神決定了它的靈魂 所以我也會盡可能的去還原這個角色的 瞳孔的顏色 對我來說很多細節一個一個拼湊在一起 才會慢慢的還原這個角色的樣子 關於我自己的穿搭的部分啊 我花了蠻久的時間找到我的風格 具體來講就是黑色白色 再來就是我的頭髮紅色 所以我日常的穿搭也大概都是這個色系的 包含我在cosplay的狀態之下 我也蠻常會喜歡紅色系的角色 然後或者是黑色系白色系的角色 所以在cosplay這些角色的時候 會讓我額外的有一些自信產生 會比較更有自信的去做這件事情 在於服裝的配件上面 我最近還蠻喜歡眼鏡的 第一個就是 有戴眼鏡的角色啊 對於我來說啊 他們的那個眼鏡都非常的有美麗 所以我每次在挑選 不管是穿搭也好啊 角色款也好啊 我都會很認真的想要去挑到一模一樣的眼鏡 我都會希望說可以盡量的去還原這個角色 他到底他眼睛的細節在那邊 我是Dr.Hana 一位coser 希望這次的分享可以讓大家認識更真實的我 以及我也希望在未來的cosplay的作品當中 可以繼續帶給大家很多的感動